合并的话直接执行 那这一段程式我云端上也有放 我把它执行一下 它就可以合并 那分割的话就可以把它直接分割 OK 那如果针对另外一个档案就是 我们放在云端上面有一个那个 住宅窃到位的资讯这一个档 它是个CSV档 打开来其实用以色友开 其实也是OK的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开起来的话 里面没有乱码 没有乱码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不是UTL8 所以如果不是UTL8 你在开档的时候 就不需要加一个encoding等UTL8 那个参数就可以不需要加 直接可以开起来 那这个档的话基本上里面 它主要就是每100 它就是一个换行 那当然如果有这些讯息的话 底下也是一样 那我要能够怎么样把它刚好 每100个存一个档 其实蛮多地方 或者是说以后你可能会遇到 它会根据什么地方 每一个某一个位置存一个档 某一个位置存一个档 这种情况其实还蛮常见到的 那如果说你要手动去做这些事情 真的永远做不完 但如果你会懂得利用我刚刚讲的方法 就分割吧 只要找到它的关键的位置 你就可以快速的把 你要把那个档快速拆解 就可能马上拆解 那其实很多时候 为什么需要拆解 因为我们要做报表的时候 说真的 大部分都不是全部的资料 我可能会需要做很多个报表 可能要把它分类 那分类的话呢 我有按照分类的一个关键的点 如果我把那个关键点找出逻辑性的话 我就可以快速把它全部拆开来 那拆开来之后呢 再利用一些图形化工具 视觉化工具可以马上做做报表来 那你会发现老板就很喜欢 因为他可以马上分析 整个公司的目前营运状况 那当然会很方便嘛 甚至最好 现在老板最喜欢就是反正看 每天看就看报表 最好是手机APP上面都可以显示是最好的 手机打开 今天的所有公司的营运状况 马上可以显示出来 哪一家店可能他的营业额多少 一日的营业额 甚至现在有些公司老板还要 更要求更多 可能每一个小时 每一个小时都要看一下 每一个小时都要看一下 为什么他能够掌握 那当然如果你能够有这种本事的话 你可以马上可以给他看到 反正一些资料可以汇到server上面 马上可以做出他要的报表 那就是需要做分割啦 所以要怎么把他快速做分割 那当然一样 我刚刚试着 其实也是一样把之前的分割程式 那这两段 我应该我记得好像有把它贴到云端上 你们可以找一下那个 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五个吧 第五个里面的话 打开来这边就有了 其实你往下找大概中间一点的位置 大概第24页的位置 这边就有我刚刚的写的所有的程式 就这一段 一模一样的 我尽量就不要复制 你可以参考啦 你也可以先弄一下 但弄完请你注意啊 还是要把它delete掉 你自己从写过才是你的 我觉得你不可能永远都贴别人的嘛 而且这个逻辑是我想出来的 我想出来的逻辑不见得完全符合 你自己想的那个方法 所以特别最好是什么 你懂的那个 知道那个过程之后 也把它试着写出来 那当然我们期中考试 没有考这一种题目啦 如果期中考试考一题 这个给你们一个档 然后请你帮我把它分割 帮我帮我把它合并 按照某一种类别 分割合并 这其实才 我觉得考起来才比较有意思吧 不用 谢谢吧 比较我其实我还蛮喜欢 而且甚至后面可以再接一些报表 可以可能你就 我想想啦 不过我是觉得可以设为一个目标 如果你们都有这种能力的话 我想以后你根本没有什么就业的问题啦 而且是应该是大家抢着要的 不是所谓的人求士 你根本不需要去应征工作 像很多人真的完全 都是士求人的 如果你是一个专家的话 每天你光 每天接case都接不接不完的 或者是人家自动找上门来的太多了 尤其是你网路曝光 像一些网红啊 每天业配就业配接不完的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 有些网红啊 他靠什么 就靠业业配或者靠他的点 点击次数就够了啊 像YouTube的分红机制其实给的还蛮高的 你如果YouTube上面假如你曝光的那个数量够多的话 其实每个月给的收入其实还不算少 好像我在网路 我在YouTube上也有自己的频道 其实每个月YouTube都有给我一笔为数不小的金额 到底是多少呢 也不是很重要 OK 就是一个数字吧 OK 每个月都不一样啊 每个月都不一样 不过给各位 给各位一个 给各位一个参考值啊 就是说 如果你在YouTube上经营的话 你有一千次的观看事数大概就会产生一块钱美金的获益 对一千个观看事数 那是两万 两万美金啊 不是 两万乘以6 没那么 没那么多啊 我的妈呀 我下一个礼拜就不来上课了 是不是 其实有时候只是应该做兴趣的啦 有时候人家说那个 做那个所谓的修身养性的吧 其实只是做愉快的 你只是做了一件你觉得很有愉快的事情 你甚至还可以刷一下存在感嘛 对不对 每天都会有人期待着看着你的影片 那也是一种蛮愉快的事情吧 全世界都有人显妹有跟我讲说 很感谢我放影片在上面 不是只有在台湾哦 全世界哦 还有一些什么很奇怪的地方的国家 像中南美洲也有 也有那个只要华人的地方 他听得懂华语吗 他就可以看我的影片 他说支持我可以继续这样做下去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很想要上课 但是他在他那个地方完全没有这方面的 这些上课的地方 那怎么办 他就网路上看看就好了 OK 而且这些措辞哦 你可以参考啦 这是我写出来的 哦 就是有我的style 所以我建议各位啦 你以后写东西要有你的style 一看就知道是我写的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是做了 做的应该是对的事情 很多东西我讲过 绝对不猜就抄袭别人的 哪怕是参考别人的 最后可能呢 我也会 需要一个取消一样 OK 我也会怎么样 就把它改写一下 所以这一段 OK 另外的话呢 分割就是这一段 分割在这里 其实分割程式非常少 非常的精简 我觉得这个分割 也是我想出来的 但你也可以改写一下 没有关系 哦 其中考试也是一样 你考试虽然有 有一个制式的大概规则 但是你不一定要跟别人都一样哦 其实我比较想要看到的是 你跟别人写的方法不一样 OK 千万不要跟别人一样 这一点蛮重要的 OK 这是你的特色嘛 那以后人家会问你说 请问你有什么特色 嗯 想一想好像都没有 那其实你说真的 你就没有一个特殊性嘛 OK 那你就不值得一提 而且你没有亮点 OK 你的履历表上面 也没有一个亮点 如果有的话 那感觉其实你这个 你就会马上被触目到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两段程式在这里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把这个改成我刚刚讲的 诶 换一下 这个哦 那其实我这边已经程式起好了 我是第一个先把它分割嘛 那分割我就把这一段吧 就我刚刚放云端上面的啦 我是建议你先自己试试看 我是直接把它贴过来 改几个地方就好了 第一个把建一个module贴过来 那改哪个呢 那改哪个呢 当然就改路径嘛 把这个路径稍微改一下 这个路径是CSV 然后分割的话特别注意哦 分割的部分哦 我这边多建一个什么lumber的变数 预计则值等于1 为什么因为他将来我要输出嘛 那我第一个就是1 第二个是2第三个是3 那因为呢 他这个值如果下一个的话 你必须要把它加1嘛 而且换回圈哦 记得哦 他不会自己加1哦 因为这个还蛮常 同学忘了加 所以奇怪怎么输出只剩一个 因为你永远都是1嘛 你没有把它加1怎么会增加 然后再把这个档名怎么样 放到这边来 当然我现在是还没有让他变01 0203 我只是用string 四串放在这里 所以他输出的12345678一直往下 OK 那因为底下的话会加1 其他的话基本上不用改 大概就是路径改一下 然后这边改个变数 最后把它履幕掉 我们来试一下 OK 资金 瞬间呢 全部就把它分割了 有没有 21个档 这样其实还蛮方便的 工作里面如果你可以这样 瞬间就把它分割了 瞬间好 接下来的话 又要再把它合并回来 那合并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一样 我就把刚刚这个合并的城市 把它搬到这边来 路径改一下 那其实里面大概大致上 应该也没改太多东西了 基本上就是路径稍微改一下 然后一样开启 一样是书 一样就把它合并进来 一个一个读进来 那最后呢把除了O之外的东西删掉 好像也没改什么 大概就是这样 让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全部就把它再让一遍 合并完成了 它O又出来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换一个档案 其实也可以在瞬间 就可以产生你要的 但是呢 有一个地方可能刚刚还没讲到 就是这个地方Lumber 我如果今天希望输出不是1234 而是希望呢 这个地方是010203的话 那这个地方你就需要给它一个format OK 那个format其实应该查得到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format查一下 然后把它加到这边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档案的相关处理 目前工作上其实 这种需求还蛮大的 所以如果可以把这边熟练的话 以后再处理一些档案的时候 就会更得心应手 不需要用人工的方式去处理这些事情 试一下 程式其实不多 那如果要参考的话 请各位参考我们云端上面的 大概位置大概就是在第24页的一段 那么 谢谢大家